范冰冰前几天现身了,隔天里晨也被媒体在机场拍到,一次在国外的信息已经杀青,出机场匆匆离去赶往范冰冰所在的朝阳区的住宅里,而范冰冰也被指,岂有可能就快要付出了。 经纪人张兴林晒照,暴露她依旧乘坐头等舱,工作室福利依然很好,10月19日,范冰冰的经纪人兼国际公关经理,张兴林在岸山出镜照,与神秘有人合影,并感谢对方。 而细节暴露她在范冰冰工作室的府里,依旧好得很,乘坐飞机出行,依旧还是头等舱,她与神秘有人的合影看上去心情很好,范冰冰的事情沉安落定,也算是给公众一个交代了。 所以她或许看上去心情很好,只是不知道这次范冰冰有没有与她一起出行呢,而从她的晒出的照片细节中,也能看出她一届乘坐的是头等舱。 照片中空间很大,有单独的鞋柜和快用的拖鞋,包括旁边放着登机牌的独立立柜,范冰冰对待员工和工作室的福利是出了名的好。 她自己也曾透露过年改工作室的员工包的红包,是6-7位数的红包,少得几十万,多得上百万,难怪自封好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